北加州 PG&E擴大公共安全停電客戶資源 10月和11月的天氣狀況 將增加太平洋煤電公司PG&E 進行公共安全停電的可能性 為了確保客戶在停電期間保持安全 PG&E今年提供多種工具 幫助他們為計劃內的停電做好準備 一是擴大發電機和電池回購 位於二級或三級高火災威脅區 或是由增強型電力線安全設置 保護電腦服務的客戶提供300元的回購 如果客戶位於高火災威脅區之外 但由支持EPSS的電腦提供服務 即是必須在近期經歷過兩次 或是兩次以上的公共安全停電才有資格 第二是新增的酒店折購 PG&E和IHG Hotels & Resources Higher Choice和Wingham Hotels合作 為正經歷公共安全停電的客戶提供折購客房 作為安全空間 第三是擴大社區資源中心的交通服務 在公共安全停電期間 Rachel Star,El Dorado,Frenslo,Maren,Sanoma,Selano,Stanisos,Sanwakuin,Tolam,Emador,Calaveras 以及三藩市員的客戶提供廣返資源中心的無障礙交通服務 四殘疾人的災難通道和資源 以靠電力使用醫療設施和輔助技術的客戶 可能有資格參加殘疾人災難通道和資源計劃 該計劃由PG&E和加州獨立生活中心基金會 共同合作 幫助有醫療和獨立生活需要的人 建立緊急事件計劃 註冊Medical Baseline Program 申請可攜式備用電源 在公共安全停電期間 獲得適用於DAD的乘車和酒店住宿 還有在公共安全停電期間和之後獲得食物的補給 在客戶通知方面 PG&E承諾在公共安全停電前和期間 保持通過電話、短信和電子郵件 做到第一時間共享信息 直到電源恢復 往年PG&E不會在晚上的9點到早上8點之間發送信息 但是今年應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的要求 相關的政策已經更新 PG&E將會不分就夜發送信息 具體取決於當日的天氣狀況和何時斷電 訪問網址pge.com slash myanuts 確保聯繫信息是最新的 客戶還可以通過16種語言的短信 和電話接收任何重要地址的公共安全停電信息 例如父母家、小孩子學校或公司 客戶和飛橡戶持有人 可以在以下的網址註冊地址警報 pge.com slash address anuts 了解更多公共安全停電資源 請訪問網址pge.com slash psps resources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 請訪問網址pge.c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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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訪問網址pge.com